眼睛下面白色颗粒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伟 陕西省第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眼睛下面白色颗粒 最常见的还是苏丘诊了 另外也可以有一些毛囊炎 毛囊炎的顶部会有一些小笼泡 也可以出现 苏丘诊就是说可以用针轻轻挑掉 把这个小的颗粒挑出来 它就可以了 如果是毛囊炎的话 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皮肤的清洁 平时也是要注意不要吃辛辣脆的食物 避免这个皮肤的感染 另外可以涂一些墨皮罗星 或者红莓紫阳膏预防 因为眼周的皮肤是非常薄的 所以用了眼霜之后 可能会导致咱们有一些眼周的皮肤的破损 或者是一个毛孔的堵塞 可能会激发一些小颗粒 所以咱们在涂眼霜的时候 一定要轻揉 慢慢地滑 轻拍 不要去使劲地去 就是说是揉搓它 这样就可以避免皮肤老皮的一个损伤 也可以避免这个激发一些皮肤病的产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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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